你看有很多稍稍觉悟的人 非常肯定的说 我的老家在纪录世界 往生是回家了 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流浪 吃尽的辛苦 现在想回头了 那么注意想想 是在外面流浪容易 还是回家容易 回家肯定比流浪容易 这些话 都是真实话 金钟 瘦落无稽贫 在第32贫 有这么一段经文 一旦开打民车 开始兴开 了打 那我们就开悟了 通达了 明白了 透彻了 自然中 自然像 自然是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 就是自信本人之相 在哪里 就在现前 我们迷了 我们迷了 不知道一切现象 就是自信本人之相 我这不知道啊 自然只有根本 自然光色 忏悔 转变 最甚 一切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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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知 这个知 根本 根本就是讲 决定 是有自信 根本是自信 一切自然现象 我们常讲啊 一切法 无自信 无自信 只信 就是根本 真如自信 他没有自己的自信 他的信 是 是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 是共有的 像大海里面 起很多很多的水泡 每一个水泡 没有自信 根本是 根本是海水 所有水泡 都是以海水 显现的 离开海水 哪有 水泡存在 我们把水泡 比作一切万法 海水泡 海水就是 根本 所以 一切自然现象 决定有根本 这个根本真心 自然 自然 光色 忏悔 第一个字 这将众生 这将众生 众云 活活 而生起的现象 这个现象 光明 色相 要光色了 忏悔时 忏悦 回转 那么这些话 都是现在 科学家研究的 这个物质跟精神的现象 所发现的 跟精神讲的 完全相同 转变最甚 就是 变化无穷 还原观里面 跟我们讲的 畜生 无尽 欲旦 晨起跑 欲旦 是 白州 我们讲四大洲 东南西北 我们这个地球 是南沿浮体州 这不在我们地球上 这是另外一个星球 白州 自然出身 自身之宝啊 就是我们生活 所必须要的 这些东西 就是什么 白州 所以 佛法呢 他这一周没有佛法 这个 在那里生活人 太自在了 福报太大了 这是佛家常讲 富贵 学佛 白州 卢州的人 不接受佛法 他们的寿命 一千岁 几乎没有短命 所有业切物质的享受 真的是 随心所欲 想什么东西 东西都能卸起 这生活太舒服了 太自在了 福报太大了 没佛法 所以咱们委托菩萨 你看寺庙里面 三州感应 啊 啊 不住不感应 不住人不要 啊 所以他护持这三州 啊 东圣神州 西这个 呃 西牛后州 这是南瞻部州 啊 这个三州感应 啊 不住没有啊 这北州 佛报大了 啊 啊 很难成万物啊 很是这样的空间 难是难去 啊 一切法 都是 自然所生 啊 我们这个世间 也有不少东西 但是要人工去种植啊 他不需要啊 啊 完全是自然的 啊 到处都是 啊 所以他什么都不缺乏 啊 这叫寿乐无极 啊 这个这个 这是 讲的 西方极乐世界 啊 说 一旦开明 其所开明的 当人之自心也 切保余万物 佛之国土也 由自一心 而心也妙土 这是解释 经文里面 所说的这一段 一旦开明 我们讲 那豁然开悟 啊 豁然大悟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悟 开明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心 明心见心 啊 那 明心见心之后 这个 这个切保余万物 佛之国土 那 佛国土怎么现的 自心现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啊 开悟之后 你才真正知道啊 自信 弥陀 唯心 净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自己 自心里面 变现出来的 与我们的关系 多么密切 啊 你要知道 这个事实真相了 你想往生极乐世界 哪有不生的道理 啊 所以 中风禅死 在三十心念里面 这两句话 阿弥陀 是我们自己 心中的 弥陀 净土 是自信 变现的净土 我心 皆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皆是我心啊 你真正知道 我们跟福 跟极乐世界的关系 你才想的 你看有很多 啊 稍稍觉悟的人 啊 非常肯定的说 我的老家 在极乐世界 往生是回家了 啊 这么长的时间 在外面流浪啊 吃尽的辛苦啊 现在想回头了 那么注意想想 是在外面流浪 容易 还是回家容易 回家肯定比流浪容易 啊 这些话都是真实话 啊 由自业心而写妙图 啊 这新鲜 由性回转呢 一尘世界 事实是苦 事实无碍 愿民绝得 心这个念头 所以现在科学家要发现 意念力量太大了 意念的世界 能转变宇宙 能转变宇宙 本来是四四五万 本来是愿民绝得 愿是圆满 明是光明 啊 一切得用之处 我以为一样缺乏的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阿 你 佛 佛 阿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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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